华山基金会复理站从103年设站以来 陪伴复理的弱势长辈有7年时间了 累计服务了147位长辈 为了感谢在地善事义工帮忙 结合复理乡万宁村部落文化健康站 特别举办了华山复理建站7周年的感恩茶会 邀请到15位华山老宝贝齐聚一堂 也透过创意DIY雷雕 欢度复理站7周年去 华山基金会复理站从民国103年设站以来 陪伴复理弱势长辈已经7年 累计服务147位长者 为了感谢在地善事义工的协助 结合了复理乡万宁村部落文化健康站 办理华山复理建站7周年的感恩茶会 邀请15位的华山老大人齐聚一堂 透过创意DIY的雷雕 欢度复理站7周年庆 华山复理站喜迎7周年庆 老大人们在讲师与义工的陪伴之下 一同认识DOC数位雷雕课程 观察雷雕作品制作以及操作平板电脑 长辈们第一次看到雷射雕刻机 觉得非常特别以及好奇 透过课程让长辈们认识高科技产品的种类及细节 也透过平板电脑内建的照相功能 与小游戏促进手眼协调 在感恩的日子里共同度过开心的一天 记者高雙雕会相采访报道